跟台灣人一起 這都是小A的 剛剛一樣的訪問 一些負責採訪做文字記者 這位同學就做攝影 還有一些在旁觀察學習 要在受訪者口中套到有用的資料 對這班香港來的全理系大學生來說可有難度 從政的人未必會很針對性地回答問題 我會覺得有一個重點就是 要怎樣去問問題去拿到你想要的 這是一個要繼續學習的地方 他們一行80人專程去到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在台灣深北市的競選總部 實地考察大選形勢 一常做記者之味 主要是蓋上台灣大選的故事 譬如今天我們來民進黨做訪問 想知道最後文條指出他們是五五波 究竟他們在台北市 能不能夠在藍營的票倉上突圍而出呢 學生在今次的考察團 除了能夠實戰採訪台灣大選的過程之外 也能夠感受到這裡的大選氣氛 他們也衷勁在2017年香港有雙普選 都可以好像台灣人一樣 有權投下手中的一票 我們聽過普通的小市民 他們會說我們香港的選舉特首都不是真正選舉 這裡才是真正選舉的見識我們台灣這裡的選舉 而最能夠感受大選氣氛的當然是候選人的做世晚會 人多 環境又複雜 怎樣拍攝 立刻哭氣他們 第一次來這些做世晚會 其實都不是很清楚原來真的有這麼多人 還有要找一個位置都是很難的 我們找一個位置設計都是很困難的 困難最後都克服到採訪成功 學生雖然很期待香港有真正民主選舉的一天 不過從今次經驗中 也都體會到民主選舉 可能都有它的缺點 希望香港從政者能夠借鏡台灣 如果香港可能真的到一人一票的時候 究竟可不可以大家都是來自 純粹為自己的政綱去為市民服務 而不是純粹為當選而去做一些政治手段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在台北報導